欢迎回到天天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的现场 我是吴静 那么现在呢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优雅的女士 她是我们加拿大资助中国乡村女学生 教育协会创始人田清清 那田女士刚才你有提到说 这个你资助的这些女学生 她们这个毕业率是百分之百的 那给我们分享一下说 就是除了资助后续还有哪些工作 对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宣传的时候 在我们的材料里也说是百分之一百 我是非常为这样骄傲的 这个百分之一百毕业率是怎么来的 其实从2006年的时候 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有人就跟我说 他说的你在加拿大时间住的时间太长了 你太天真了 说这些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里 没有几个好好念书的 当时我听了 我心里就惊了一下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我都认识 我都觉得他们非常努力 就家庭对他们的付出 支持也很大 为什么他们不会就是不念书呢 当然了后来 对啊 而且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吧 我觉得 对不是 其实呢 可能后来我看了中央台 关于一些贫困大学生的报道 其实他说的也非常好 就是这些孩子们后来 其实有助学贷款 或者有人资助 但是从那么贫穷的地方 到了大城市里 你像我们的孩子 大概在全国三十几个城市 八九十个大学里念书 就是他们到了大城市里 才真正看到贫困 就是自己和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 还有就是真正的贫富的悬殊 就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他们到了大城市里 可能真的要学习 怎么过马路 怎么用电梯 甚至怎么用洗手间 特别是如果到加拿大来 那就更加是完全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对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 其实也很繁华 也很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呢我就想 我去看看他们在大学里的情况 所以我走访了不少城市 走访了不少大学 去看望他们 2006年到2008年之间呢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他们也非常感动 然后从那时我就觉得 如果一个人要放弃的话 你想他们这么努力才进了大学 我觉得一个人在要放弃的时候 是觉得没有人关注他 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钱只是一方面 真的是那是雪中送炭 使他们能够上大学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钱 真有上不了的 但是现在国家有助学贷款 可以把学费贷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关注他们还是挺重要的 那时候学生不多 我真的是每一个人 我就决定我们 第一次我决定了 要资助他们四年 不是一次性的 第二呢 我就每年要跟他们见面 那见面最方便的就是暑假 他们都回到老家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组织个别的座谈 然后集体座谈 后来学生多了 学生们之间也有很多互动 然后再后来又有了微信 又有了很多其他的交流的平台 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一接二息的学生都组织起来了 就是每个城市也有负责人 定期的聚会 然后春节的时候 大家也聚在一起 平常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 像辅导小组一样 对对对 特别是我们的毕业生 已经工作的 或者已经读研究生 读博士的 他们很多人都回来说 愿意帮助这些学妹们 所以大家都觉得 好像一级二级 就是Educating Girls Rural China 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庭 我觉得这个起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作用 很多学生也跟我表示了这一点 他们觉得 经济资助当然很重要 他们觉得更重要的 就这几年对他们的关注 其实讲到对这些学生的关注 可能要请你分享一下 那么这一路走来 你看都十年了 得到了哪些机构和个人的资助呢 除了您以外 对我刚才说了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 当然我们是在加拿大注册的机构 我们要有董事会 就是像一些都是加拿大当地人 还有一些老华侨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后来呢 从2010年09年 就是当时的加拿大驻中国大使 就是看到了一个报道 结果就跟我见面 然后他从那儿 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热心的支持者 然后他问我 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助 我就说加拿大有这么多企业 在中国做生意 能不能得到这些企业的资助 所以他就帮我 又打开了一扇门 所以加拿大有几家 加拿大非常大的企业在中国 像Can4是最大的木材公司 TechResource是和那个 Aldorado Gold的一些矿业公司 都对我们有资助 还有呢 这几年呢 当然越来越多的 那个就是最近来搬到 温哥华的这些华人 特别是一些妇女妈妈们 对我这个事情 也有非常大的关注 非常大的支持 特别是对高中生的项目 但中国人那个资助的方式 通常是一对一 他们愿意知道自己资助的是谁 对可能希望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信件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给孩子 给他们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就把孩子的家庭情况 甚至他们家里的照片 还有孩子们都发给这些资助人 然后每个学期 孩子们会把成绩汇报一下 那大概资助这么一个女孩子 比方说她从高中到大学 平均如果我是资助人 我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 我们的高中项目和大学项目 是分开的 高中生呢 我们现在每年给5000块钱人民币 这5000块钱人民币呢 2000块钱大概 2000块钱是学费 住宿费和书本费 可能书本费有时候还不够 特别是高三 然后另外的3000块钱呢 就是我们给孩子每月300块钱 10个月给他们的果实费 对 因为我在做调查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孩子就吃家里带来的那种干饼 有的时候离家很远 连干饼都带不来 有一年你一个爸爸骑车给孩子送这种饼 回去的时候天黑就掉在山底下就没了 所以真的是很多这种故事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阶段 又是长身体的阶段 有就是说吃也是很重要的 就营养 所以我们就是也不多 一个月300块 那这样孩子起码不会挨饿了 就这样就5000块 大学生呢 我们一直是给1000块钱左右 但是大学生我们每个人给的 你说的1000块钱左右是一年还是 是一个学年 两个学期 1000块钱加币 但现在我们很快就要把这个数目再涨上去 因为已经10年了 过去1000块钱大概可以够他们费用的40% 50% 现在也就是30% 而且现在加币有很低 所以我们可能对大学生的资助金额要提上去 那么在这个筹款的过程方面 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筹款呢 我们第一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 有一些加拿大企业的赞助 第二就是个人的捐助 有的人是资助一个学生 资助五个学生 还有的人呢 像大部分加拿大人呢 就是只是把写一张支票 他们并不就是就是说由我们来支配 还有现在越来越多 我们就是这个比例 我们筹款的比例占的比较 现在比较大的这两年 就是通过活动筹款 通过一些像今年你说 二月份我们做了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也是一个筹款活动 然后最近呢 我们也接受了一个 在加拿大的一个华人公司 叫做瑞邦 所以他们的一个筹款 对他们在资助 就是在怎么说呢 在资助我们的一个活动 就是通过一个活动 来筹款 对来筹款 那每年通过这种活动的方式 大概筹得的款项 可能是占你主要希望 百分比是多少 对现在就是这一两年 这个比例比较大了 去年我看了一看将近40% 因为还有北京和上海 这几年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在北京和上海 像北京像家中贸易理事会 还有两个国际 英国的国际学校 还有Four Seasons Hotel 四季酒店 还有很多 还是这个名单还是很长 很长 还有国际外交官协会 他们都把自己那个 怎么说呢 自己的那个筹款活动 捐给我们了 那如果说他想要筹款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网站呢 或者是筹款电话呀 对我们的 我们的网站就是 EGRC就是 Short for Educating Girls 我们的网站就是三个W.EGRC.CA 然后我们的电话是604-732-9370 604-732-9370 所以这个电话是一直都有人在接的吗 不一定 然后我的手机是604-644-7923 所以说手机是可以联系到的 如果说你本人不在的话 还是有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去 如果说你想要给捐赠帮助这些女学生 对对对 是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田欣欣在现场 给我们大家分享 我知道在这个新年期间 其实呢 也是呢 你奉献爱心的时候 所以说呢 如果你愿意帮助这些女学生的话 也请您呢 跟这个机构联系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 天的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吴景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我们下周见 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la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